人上说任何一个玩笑都不是 那就说说佳辉了 你今天是来悼念我的吗 因为我发现自己好久没有打个领带 新节目好歹要打个领带 而且我们还换了个位置 因为我希望把两个女人一眼看见 不要转哪样像电风扇一样 转过来转过去 可我要转过来看你 我就老觉得我们前途不妙 还是黑系装 你是眼睛就有问题是吗 这是蓝色 这是蓝的吗 没看出来 会揍人两个都不合罪 高级黑 我看上去像是参加郑玉彤老人的扶灵仪式回来了 哎呀被你看过 刚去完殡仪馆 所以你看医疗就八卦 但是咱们这里边我就觉得最八卦的牛人得算童童 对吧 童童你看你姓就姓黄 不是八卦新闻 我当年大学新闻系学新闻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叫无产阶级新闻史 说资产阶级那种叫樱钩新闻 叫门缝新闻 说这种新闻最早就叫做黄色新闻 黄色全身体是吧 你对八卦肯定是很有趣 我发现这个你看那天我跟一个搞时尚的人研究 不同行业的人就有他的灵敏和有他的触觉 就跟作家一样对某些文字格外的敏感 你比如说我看童童啊 他常见八卦啊 他就有八卦的这种观察的这种这种精微度 你比如说那天我看他写这个张亮颖 你看要不是也是女人的这个会心呢 他说哎这个他他还搜集资料 他记得就是张亮颖有一次在接受马东访问的时候 对对对说到了一段什么话 你给大家说的 他是说他呃他沉迷之后跟他妈妈聊天啊 就发现他妈妈老是顺着他的话说 就是有点就是那种讨好的意思 就是我当时听了这段我觉得挺心酸的 就是因为我当时看见你这个哈 哎咱们俩信心相印 我觉得心有所动 因为呢我也是刚听一个女孩说 就说妈妈过去啊一直是打击我的 对否定我的觉得你不对 你应该听我的你不对应该听我的 但是有一次这个女孩参加选秀 得了这个第一啊 他就他都觉得很奇怪 就跟你发现的一样 他发现他一下台呀 他妈妈见到他呀 简直是卑躬屈膝 而且就说哎呀女儿以后啊 你现在你们年轻了 你们长大了 你们见的比我们多 以后我们父母啊 得多听听你们的 嗯 为什么一个女儿的这个成功 一下子父母亲就变得就变这样了 因为社会关系里面就是权力的博弈 是最关键的 就是我们在社会社会的生存当中 你不觉得吗 就是社会生存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博弈 就是谁有权力 谁没有权力 这种这种大家在博弈当中产生的这种这种社会关系 但是呢 呃 只有在家庭里是不讲这种权力关系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是 他是默认的把这种权力关系引入了家庭 对在家里我常常觉得其实说透了 也就是那个在社会上最有地位的 或者说在家里面挣钱最多的那个 最有法师权 你说在家里是吗 对 就是说是不应该的 就是社会学家 就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把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权力关系 植入到这个家庭当中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你挣钱多的 家里挣钱多的肯定是 或许我家庭比你们幸福 我家庭不是 对 他爸从前打完架挣好多钱 没有好 好多人家庭都不是这样啊 像我们女儿 没有赚钱啊 也那个 乘网乘网是吧 权力最大 去哪里吃饭 什么该讲不该讲 看什么电视 所以就打开电视 要不要看邓文涛 不准看就不准看 啦啦啦 所以他不是赚最多钱的 权力最大 我觉得家庭里面是不一样的逻辑 不应该讲权力关系 家庭是不应该讲权力关系 也一般都不会的 你是从小富二代了 是吧 我女儿是富二代 我女儿是富二代 你也比较开明 对吧 我觉得你也不典型 这个中国父母必有一战 这一战就是决定生死的这一战 你比如说啊 我们有个同学的家庭 就是父子之间 小的时候爸爸一直都在打你 一直都在打你 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那个戏剧性啊 叫抓嘛 戏剧性的一幕啊 就比如说参加高考 然后这个孩子呢 说我考不上我也不想考了 然后当时这父亲就恼了 父亲又像过去无数次那样 举手欲打的时候 这孩子并没有还手啊 就啪的一挡 他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就是从我架住了我父亲的手 决定性瞬间发生 决定性瞬间 就从那一刻开始 父亲似乎就小下去 老下去 跟他讲话的态度呢 也慢慢软下来 哎 我觉得有时候 母女之间要说这个相爱相杀 但是呢 好像也总有这么一个节骨眼啊 强弱一手 那你是爱啊 像你说的朋友一格子 他可能那一格 不是因为他爸爸怕了他 不是因为他父亲怕了 哎呀我打不过你你会打我 而且他在那一格那一刹那 打醒了他父亲 明白我儿子是个独立的人 他有他反抗的地方 为什么反抗呢 因为他有他的自尊 有他的专业 然后他就收回去嘛 就等于收回那个母亲 刚刚是说那个女的 女儿什么好像 比较有成就啦 他突然谦卑起来 当然你可以从权利啊 什么人啊 中国人都有权利等等 我们比较正面一点去想 有没有可能那也是一种母亲对女儿的肯定 他找不到其他的语言 方式去表达 他没有其他的语言啊 我只能说一退就退到好像我们旁观的人 看起来是权利的语言 可是不是啦 他是他母亲唯一能够这样跟他女儿表达 等于他母亲等于是跟他讲 女儿你很心 I am proud of you 我为你感到自豪骄傲 他没有其他方法 他能真面一点 可是在他女儿成功之前 他为什么不能为他骄傲 你不觉得他女儿的经历的过程 他能自己去奋斗去参加比赛 他可以骄傲 我觉得他那一刹那 那个女儿失望 还是觉得原来妈妈是势力的 所以马老 马老 马老是非常善良的 因为 我们都是很腹黑 我的确是觉得特别我们对于 不管什么人陌生人 办公室的人 特别对于家人 真面一点看不是更好吗 像说回刚才那个 因为你说成就有时候 是一种需要证明的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在过程里面 搞不好他母亲有给他肯定 他不领情而已 到他自己有了成就的时候 他就感觉他母亲很势利 对他这样敬畏 其实不是 他母亲真的是爱的表现 还有说到底退回来 小孩的话不要相信 我这么爱我女儿 我可以肯定 我女儿在她同学朋友面前 一定说我这个老爸又凶 又笨 又控制狂 什么 因为特别在某一个阶段 他们从那个角度看父母亲 他们往往是透过否定父母亲 来肯定自己 就像我们讨论过的 直到某个年龄 他自己经过畅生 悲哀挫败 也自己有了承受 OK 他才能比较平等 公道的看父母亲 不要相信小孩说的话 千万就 你就一直等着那一天 但是彤彤你说 你去你为什么喜欢八卦 我觉得是 你不觉得八卦是一种信息交流吗 什么的信息交流 就是所有情况的信息交流 我从来不认为八卦 别人说八卦 我就觉得 就觉得是一个很贬低的 八卦里头就是人生了 对对 我觉得八卦里有很多东西很细节 非常有意思 可以琢磨人 琢磨这各种不同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比如说你琢磨一个事儿 琢磨个明星给我听听 这个好多啊 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 比如说那个王宝强去离婚 对 他今天上庭啊 这个开着一辆红色的 这个很廉价的一个车子 故意的吧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让我就打车去 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就是他肯定有大把朋友 有很好很好的车 可是他开了一辆红色的 很廉价的 这很有意思 彤彤彤彤 可是我会更好奇 世界上很多东西很有意思 我们看个戏很有意思 因为很有意思 看画展很有意思 可是特别喜欢八卦 包括我也很喜欢八卦 别误会 我不要以为我不看八卦 我会好奇 这种八卦跟我之间的关系 我是觉得一般人看八卦 除了觉得有意思 我多知道一个事情以外 其实是摆定了我跟那个事情的关系 比方说幸好这种悲剧 淡绿帽不出现在我身上 或是说会去想 因为很小人只是看人家八卦 看完一定想 假如是我是王宝强 我不拿把刀进去砍 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 一定会想 有意无意的想 假如是我 我会怎么样的安顿这个事情 我觉得后面那部分 更有意思 才第一个有趣 第二个看出人的心地的好坏 你是不是幸灾乐祸 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 还是悲哀若得其情 哀惊无喜 但是呢 就是说幸灾乐祸 我觉得也挺普遍的 就是有的时候啊 人要是会检讨自己内心的话 我现在发现好几个 包括这个年轻人跟我讲 他们就会发现啊 很奇怪 尤其是你们女孩 说俩人关系特好啊 但是你跟对方 要是说你自己过得好啊 据说你们女孩之间 需要特别小心 哪怕是你的好闺蜜 她听着听着就不高兴了 那你比如 炫耀近乎炫耀 对她听着听着 就可能会产生 包括有时候男人之间 也很微妙 对 你比如说俩哥们 对吧 这哥们说找一个女朋友 要来 好 当然了 咱们说那边大尾巴狼的话 就说他能找一个很好的 很美的很漂亮的女朋友 我们为他高兴吧 是吧 为他高兴啊 心里在流泪啊 对吧 但是呢 往往你这哥们 真找一个特别优秀的女朋友 甚至甚至是特漂亮 我跟你说 你 当然你是他的好朋友 你是用理性 来让自己为他高兴 对 但是实际上还免不了你内心深处啊 有一种啊 咬孽的 酸的 他就找着了呢 就这种心态 我现在发现 比如说跟闺蜜跟什么 其实不光说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 我就发现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分享 你都可以讲的时候 只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是不能说的 就是忌妒 比如说我就 不会告诉别人说我忌妒某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难以说出来的事情 忌妒心是属于你内心最深处的一个东西 对 你说那个八卦我就想到 其实英国社会是一个特别好玩 就是一个方面他们之间就是 你看在英国就是大家就聊 就是你聊天有个规则好像不太 就觉得说八卦是不体面的对吧 但是呢 它是一个八卦业极其发达的 那种什么小报不是都是英国的吗 就他们说就是英国的八卦有一个这个原则 叫距离原则 有什么意思呢 就说就是说我的事 那我的这个 就我个人的事是放在家庭里说的就可以说的 那么同事的事呢 是公司里可以说的 只有名人的事呢 是全社会都可以说的 因为他们跟我们有距离 我们说对 我们说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很内疚 哎呦我在聊一个人的八卦 我不内疚 他们就是全社会 对文涛我以前写过骂你的文章 但是我后来我如果现在认识你了 我就绝对不会再写了 因为如果成为了朋友 你就完全不能写你朋友的八卦了 因为你是有道义上的责任的 道义上你得再写一个夸我的话 然后如果是就是很远的时候 你就是他作为一个社会名人存在的时候 你是完全在距离之外的 你是可以去评说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谁说的非常对 就是你名气的一部分 你获得的利益的一部分 就包括了被别人judge的这一部分 当然judge裡面有牵涉到伤害的部分 我记得香港有个很有钱的朋友 也很爱看八卦杂志的 经常看什么周刊什么周刊 哎呀好看啊 这种杂志办得好 直到有一天 原来自己几次封面你们的 那乱杂志什么东西卖 乱 替我把它收购起来 请他助理去把那个周刊收购过来 他看你所谓真有没有刺到你 刺到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八卦的恐怖的地方 还有你刚说什么歌门的忌妒 那伤害性很大的 我记得我不说是谁 有一次我 文涛 我文涛 我文涛 紫东就在一起 有个女生过来就对于紫东说 紫东老师啊 我觉得你是凤凰间的组合里面是第二帅 哇那就杀掉我们三个 第一个 紫东不会高兴 为什么我不是一岁 我是第二岁 然后我跟文涛互看一眼 谁是第一帅 一句话 对 听下一句话 从此我们三个 脸和心不合 就是在那么一句话 这叫一桃杀三世 对 那很恐怖的 那个女的厉害 那我不知道像你的工作或者是加分 像你写专栏 其实你们都难免其实会写到八卦的 肯定会的 但你比如说你写这个事情 其实是你认识的一个人 或者你这个朋友 一个有名的人 但你可能会不写他的名字 我绝对不会写 我认识的 所以我尽量不认识名人 这个也是他们说就是这种八卦的原则 就其实你是靠这个活的 但是呢 你写了以后 但是如果有人向你求证 嗯 你写的是不是他你是不会认的 对吧 就说你是 它是一种就是我公开的书面的去写一个八卦的时候 我是不会觉得我泄露了什么 但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了呀 比如说 我觉得像我们写 我们是写娱乐评论的啊 我们写娱乐评论属于二线 一线是狗仔队先去偷拍 主要也奋斗在一线 然后把那个片子拍出来了 就证据确凿了 然后这个事情再由我们去分析 我觉得就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公众号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娱乐公众号 那么比如说有些娱乐公众号是资讯 那我这个娱乐公众号 我觉得蓝小姐和黄小姐 我们是属于那种属于分析型的 也有人会把我们定为高端八卦 因为其实所有的人都想看八卦 只不过是有些人会觉得有些八卦很low 就是他觉得他需要一些新过筛选的八卦 他去看 我觉得这个八卦里也是分很多很多很专业的 我们也说回一桶桶 说回八卦的定义 因为讲如Gossip 八卦 一般 当然你说到最原始当然是不错的 八卦 我们都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八卦 可是发展上来 一般的确一说八卦 你们说你是个八卦婆 八卦公 对八卦 你是怎么国内有一个人叫石流婆 他为什么叫石流婆呢 他说他是八婆中的八婆 所以嫁起来就是石流婆 你知道吗 他说八卦的来由是以前说香港的那些色情报纸 拿那个八卦图贴的那个隐私部位 没有 对 他有人说是因为 八卦图贴的隐私部位 就是他出来不让看了有的一些部位 拿八卦的那个小图贴在那 那种杂志 所以说八卦就指那种杂志 没有啦 那是后来的 一开始就是广东话 八卦 然后再有了源头 反正就是那个 说回去八卦就是说 第一个 是根本人家的私隐隐私 我们跟所谓的公共利益 公众利益 所谓知情权 是没有相关的 然后你要把它爆出来 而且当我们说一个人八卦的时候 其实一定是隐含 净灾落祸 这个意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写评论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评论可以把一件八卦 比方说王宝强八卦 OK 我把它分析里面的性别的权利问题 怎么不对等 甚至整个法律制度 怎么对婚姻有没有保障等等 那是评论 我觉得一点都不八卦 八卦就是我们去 你看王宝强这个 而且是从那个角度来看 戴绿帽子 活该这个 淫荡这个 OK 有那种判断 特别道德判断的 跟你无关的是 人家的吸引 我真的觉得八卦 我真的没有冒犯的意思 我觉得 假如你关心那些事情的人 我觉得一定是自己生活太平凡 而且那个趣味太低了 然后才能去关心 那我问你 Woodie Allen的趣味低吗 可是他电影 我觉得就是他躲在一个角落 搜集了很多人的八卦 然后 那我觉得那个不叫八卦 那个叫艺术的创造 就像我的评论一样 所以你看我现在有一个什么观点呢 我过去对聊这个人家八卦 什么的艺人的隐私 还是有点这个个影呢 是吧 现在我就想开了 就是反正就互相聊吧 就这个历史大潮浩浩浩浩浩浩 你知道吗 你不能阻挡 而且我要说呀 它是文学 那天我跟他们讲 因为站在我们这种受过训练的 职业新闻人的角度看来 那家伙未经充分证实的东西 全都是瞎掰 可是这样世界太没意思了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聊这个八卦 真的 我是在文学的意义上 我首先要说明 这事跟张亮颖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永远也不清楚 但是呢 这就像是现代演出的戏剧 所以我那天 真人秀 我那天就好有一笔 就是说 在更早以前 你或许有些人 你可以说郭德队不好 因为他毕竟是偷窃 对吧 可是呢 到了后来你发现 这世道变什么样了 是他自己的妈妈 对 是他自己的王宝强 发公开信 对 让全寿 就跟人民日报社论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本质 这个时代的本质 这个时代叫明星时代 也叫社交媒体时代 也叫八卦时代 他的本质就是什么 这些明星啊 就是咱们的样板戏 对 真人秀 你记得当年江青搞样板戏吗 全国人民没有别的可看 于是呢 又是今天价值观这么混乱 谁都不知道 自己被戴了绿帽该怎么办 该怎么反应 对吧 或者说有人谋夺自己家产 或者说妈妈干涉自己婚姻 这是所有人心里的疙瘩 你看 就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多人也没有宗教 也没有上帝 是吧 党好像也不太管这事儿了 对吧 光机就需要明星现在就 早说了那个王宝强的事儿 后来不能过分报道 样板戏 对 说的 文桃里说的对啊 就样板戏 我们在这个戏里 每个人得到他自己的指南 思考 他是怎么办的 然后大家讨论 这么办合适不合适 然后结合我自己的情况 所以你看 那要自己没这种情况 也喜欢看出什么心理网 有价值观 比如说王宝强这个事情吧 我就写了一篇 就是你会让自己的女儿 嫁给王宝强这样的人吗 就是我们在讨论就是说 像这样的就是王宝强 这种草根出生的 然后就是代表了非常多底层 人欲望的这样的一个男人 他怎么不去找村口的小方 他要去找这个大城市里的小马 他这种心态在哪 他其实最适合的是找一个村头小方 然后按照农村的那种方式生活 但是他就是要找小马 这种娇俏的女大学生 证明她的人生价值 你觉得这很难理解吗 我不觉得理解 但是我觉得代表了一种男人的心态 我觉得也代表了女人的心态 就是代表了人性啊 对 我们要的都是自己没有的 对对对 你比如说马容 为什么她要嫁给一个 就是说实在 她真的是看不起她 就是看不起 你想她那么漂亮的一个女大学生 然后去跟一个没有什么知识啊 人家是明星啊 当时她红了嘛 就是因为她当时红了嘛 就是因为当时她觉得 我如果找别的男人 我没有她有钱 没有她有名 她就觉得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女性还是依然是以男性的这种身体 生产资源来确定自己愿不愿意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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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说了 跟你抬杠了 那你怎么知道她就没爱过王宝强了 我觉得 也许两人经历过爱 最后爱情变灰了 出现了 那你怎么知道我又不是没爱过 所以我就觉得这就是整个 中国人的一种 一种婚姻观吧 就是普通 普世社会的婚姻观就认为 女的就应该趁年轻漂亮 嫁给有钱的男人 就是有钱的男人 就是我们如果说婚姻是个市场的话 有钱的男人 这个交易是值得的 对 这个有钱的男人是站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的 那年轻漂亮的女人 也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 那么这种交易是非常美丽的 是合乎法则的 是不是 我能跟你们说一个 我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吗 就八卦对于我来说 跟你们说的恰好相反 我一点不情景带入 就是说我最喜欢的那种感觉 我也看八卦 但我的感觉是我隔着一个玻璃 像 我说的不好听点像动物园我看 就是我隔着一个玻璃 我在看很多事情的发生 我就想看 哎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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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怎么 怎么了 我没有觉得我一定 他要解决我的现实问题 也没有觉得 因为你的阶层不一样 嗯 他们说是因为这个聊八卦 是代替了人类以前撸毛的那个行为 对对对对 你把八卦看得太小了 就八卦 八卦对于人的重要意义 我跟你说 我给你一个学术性的解释 当年我们人类地球上出现过几种 可能发展成人类的一个人种 比如说那边欧洲那边要尼安德塔人 我们最后计划成我们的老祖宗 是一种非洲那边来的 就据研究来说 非洲那边来的叫智人 这个据说啊 说书的说 这个智人当时身材也不如 尼安德塔人高大俊美 脑子也未必比他聪明 但是呢 就是在七万年前 说是莫名其妙的 我们八卦了 就这个智人 开始八卦了 然后这种 我听说他有语言行为 这种 不是 尼安德塔人也有类似于语言的行为 就是说 这种东西据说决定了 人类最后把他们全灭了 就说这个八卦 它意味着开始打听别人的 信息沟通 和信息沟通 密集的信息沟通 我们是在 就是说八卦当中 什么叫东家长西家短 你对周围的情况有个掌握 你知道这个世界分两个世界 说狗肉上不了台面 但是狗肉才真实 上了台面的话 都像希拉里 希拉里讲的那个话 无比正确 但你听着不得其所 但是呢 我后来我才发现 你还别瞧 几乎很伟大的人物 私下里 包括很多公司 我发现 最成功的老板 你比如说 你像我们这种人 说实在的是属于点自闭症 这种人格局做不大的 就是 其实是不敢关心外界 就是说 我写我自己的文章 什么我也不想听 洁癖 你知道吗 可是我发现 很多做生意成功的大老板 你在公司打听 咱们公司谁最八卦 老板最八卦 老板跟秘书跟着打听 你知道他通过这个 才能掌握这个公司 真正的情况 你说这东西对他有什么用 我觉得最后总有用 就是你通过收集这种资料 就是 人的大脑是一个 是一个电脑 就是处理器 你收集的这种资料 越多越有利于你做出决定 就是你的信息越多越丰富 那么你的决定可能越正确 那他讯息当然 information is power 是权利 所以文涛说 样板系 生活指南 他是用很动听的语言 来总结我前一阶段的论述 因为八卦本身 information 这个积蓄很好玩 我刚才是说更重要的是后面 我们看他跟我们的关系 其实八卦这两个字的本身 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阴阳生两极 两极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没错 就是八卦最源头是男女 最后生出了全世界的包罗万象 而且他是八个方面 你知道你比如张亮颖的母女 我最近我在朋友圈 因为我认识的 各年龄层次的妹妹 不是哥哥和妹妹 妹妹 母女嘛 我发现他们转发 咱们在台面上 似乎都是理性平等的 讲的似乎都是说 妈妈怎么能这么做呢 妈妈怎么怎么着呢 你以为真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妈妈圈 妈妈圈里转发出来的 你以为光你写文章吗 我看到同样多的文章 就是现在养孩子 就是养个白眼狼 对吧 从来就没有 就能理解自己父母 同样一个八卦 不同的人 并没有从中改变他自己 反而他加强他自己 你以为他妈妈 不该这么做吗 可是很多父母同情他妈妈 甚至张亮颖 微博底下都是 听妈妈的话 对吧 张亮颖说我不是周杰伦 你说 但你说的这个现象 我觉得跟现在 就快速产生文章有关系 他连那个八卦都没消化呢 就 你说我们自媒体 咬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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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媒体有多拼吗 一个新闻出来 我们当天晚上就要出稿子 多可怕呀 那得胡写成什么样 没有关系 重点就是说你可以胡写 读的人也不会认真 不是那句话吗 谁认真 谁输了 对不对 今天听你这样明天 原来不一样的说法 你可以说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 对吧 所以那个八卦的变化 对 我现在就觉得这个 就说这个八卦呀 它实际上是需要什么呢 让我们对自己啊 不要看得太高 我最近发现我心情轻松下来 是什么呀 就是说啊 我觉得实际上 谁也别装大个呢 你知道吗 你什么知识分子 你什么明星 什么领袖 你碰到你自己有损失的事 你的那个反应 跟任何一个普通人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就是人类 是吧 七万年前我们开始发挂 你最后你想明白了 你也是个脚底下的爬虫嘛 你就是一样的 很多人觉得我多么高洁 你们说了我 我就受伤 可是啊 咱们其实本来都是一样的 人 他会出轨 你也会出轨 大学教授也会乱来 对吧 就是你慢慢的 反而会让自己谦卑 所以我朋友 经常劝我的一句话 就是有一句很万用万灵的话 就是要有宇宙观 要有宇宙观 因为如果 如果你有宇宙观呢 你就不会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 没错 我前两天看采访陈学东 就是那个郭敬明的好朋友 陈学东 然后呢 陈学东 因为很多人都在judge他们俩的关系 然后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我觉得这小孩特别聪明 他说 哎呀 他说原来我也很着急 后来我很生气 后来我就问我自己 你八卦吗 我觉得我也挺八卦的 他就说算了 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你把自己 放到 跟别人平常人一样的地方 你有点宇宙观 你就没有那么 没错 就真的 很多时候我就发现 头面我刚才斥责 你这个爸婆 你怎么老喜欢做人一次 哎他昨天跟谁开放的 你知道吗 都是 你也就是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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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对普通人 对所以 将来要是自己成了受害者 在公司啊 每个人都有机会受害 就学学童童说的 那个时候啊 仰观 星空 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对吧 我们躺是躺在八卦的阴沟里 宇宙间 一粒微尘 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对 要有宇宙观 好 到点